学习结交新的朋友很棒 家长共同参与更好 我喜欢在亲子班 因为很开心 可以结交很多姿势 我喜欢我跟我妈妈 一起来亲子班 玩游戏跟家人一起 互动其实很好 大人可以慢慢地去了解孩子 当然我们这种小孩子 也可以慢慢地去了解大人 他们到底是 就是想要我们去进步之类的 就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反省自己 可能平时跟孩子说话的声音 也比较大声 就尽量控制 我是从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参加这个慈祭 就是从亲子班开始 几年了后 发现自己的性格有改变 就开始讲话变得比较温柔 所以长辈也会比较尊敬 线上课程度过了新冠疫情时期 慈祭亲子班圆圆日 欢喜相见 很难得能够见到孩子 这样回来 我就写着去的说 我们需要有一些 不一样的那个安排 所以才会想到 我们来一个进食的 那个茶道气味 刚才的风采医师 就突然间在我胃后 这样子出现 然后让我很感动了 对妈妈那杯茶的时候 就觉得应该要祖宝 这是妈妈 妈妈我爱你 可以爱你 对江人的爱 大方说出口 培养成为习惯 笑到尽在日常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好 我感谢您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